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月3号美国大选的投票日呢 前后计算还只有69天了 那么现在选情也是越来越激烈 那么今年应该说是美国历史上 总统选举最激烈的一次的大选 那么民意最分歧 而且选情也比较动荡的一次的选举 那么在最近的选情慢慢越来越激化 而在选情的这个同时呢 在美国的社会上又有很多新的一些的事故出现 那么这些都可能会影响到今年选举的时候 美国民众选票的意向 那么在这个礼拜本来应该是美国共和党呢 是最精彩的一个星期 因为这个星期是美国共和党 召开党员的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的时候 那么在每一次的党员代表大会应该都是在全党集中全力来造势 并且把整个的选情进入一个高潮 来推举自己的总统不总统候选人 然后开始这个全力向11月的这个大选投票日迈进 不过今年的这个选情呢 是非常的可以说是这个 他的这个启动的力量呢 是不如在往年的这种情况 原因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呢使得不管是上个礼拜的民主党全国的党员代表大会 或这个礼拜的共和党的全国党员代表大会 都只能够是用大部分使用了是空中的这个远程距离的这个交流 也就是用一些的城市来进行空中的会议 那么在今年共和党的这个空中的大会呢 不但是从礼拜一开始这个会期呢 是慢慢有很多受到外界批评之处 而且也是运气不巧 那么在最近一段时间也碰到社会上面一些的重大的事件的发生 那么最重大的一个事件的发生呢 就是发生在威斯康星州的一名黑人的青年 那么遭到警察开了气枪 现在造成了半身瘫痪的这个事件 那么这个事件引起了在当地的一个暴动 那么在偏偏就是在这个暴动当中 又发生了一名是支持警察 而且支持川普的这个反群众的 这样的一名17岁少年 持枪对着抗议的群众开枪 就造成至少两个人死亡 一个人受到重伤 那么这一起事件可以说是 让这个礼拜的美国共和党的全国党员代表大会呢 蒙上了已成非常严重的这种乌黑 那么这也使得共和党的党员代表大会 它的光芒无法来发散 因为每一个报纸 每一个这些的新闻广播等等 他们的版面都被这一起发生在威斯康辛州的事件呢 所占据 那么使得川普总统也都为之失色 在昨天是共和党全国党员代表大会开幕的第三天 而昨天的主题是英雄之地 昨天最重要的一个议程就是副总统潘斯 他接受党提名副总统的这个接受提名的演说 那么潘斯副总统他特别是挑选了在马里兰州的这个巴特摩尔 这个地方来进行这一次的这个演说 那么在现场呢 是设在当地的一个叫做Ford McHenry这个场地 那么这个场地有一百多人参加了他的演说 那么设置这个场地本来也是非常的这个用的心思的 因为这个场地曾经是1812年的时候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 为了对抗英国来护卫巴特摩尔的一个战役里面 可以这个战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性的战役 而在那个战役的一个现场 那么这所以呢在昨天的这个副总统潘斯 他的演说呢就是主要的主调就是爱国 那么他在很多的这个谈话里面 通通都是以爱国作为整个中心的一个构思 不过在他整个的谈话当中 那么他提到了是包括了像是对黑人 对于少数族裔的照顾 他一再的说是目前川普总统要比过去的欧巴马总统 以及前副总统Joe Biden都要做得更好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谈话是不是公寓 这也很多的社会里面有很多的一些的评论 那么在这个谈话当中呢 他也特别强调了就是对于社会里面的公平 以及秩序法律的这个特别的重要的重点 那么所以他重申是川普总统在连任之后 一定会以法律与秩序作为他在对于社会安定的一个主轴的政见 在他的通篇的谈话里面呢 他并没有特别的来提到这个发生在威斯康辛中的Kenosha 这个地方的我刚刚提到的那一名青年 Jacob Black 他所受到的被警察开了背后开七枪 而造成了他的现在重瘫痪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他只说现在发生在Kenosha 以及过去曾经发生在密尼亚波里斯的这个暴动的事件 发生在波特兰的暴动事件 都显示了在社会上面有很多的一些暴力的存在 而这些存在是川普总统所不能够容许 他以后会就这些的社会安定呢 作为他的政见的一个主轴 所以在今天的很多的舆论评论当中呢 都指称就是潘斯的副总统在昨天这个谈话 他没有对于现在的社会里面发生的这一起重大事件呢 来做任何的评论 那么这也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 也是错失了一个能够让川普政府 在这一个问题上面表态的一个机会 昨天在这一次的这个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里面的演说呢 那么还包括了有潘斯副总统的妻子 那么是上台演说 另外还有就是这个最近刚刚辞去了在白宫的职务 那么他但是是2016年开始就是美国总统川普 最重要的一个顾问之一的Kellian 所这个发表的演说 那么他们的演说也都分别就包括了妇女的权利 以及包括了是妇女的机会 乃至于是有关于少数族裔的一些的这个福利的问题 那么发表了他们的看法 那么这些看起来是川普总统在这一次的 以后的这一段时间里面 他希望能够来召回一些少数族裔 特别是黑人乃至于是佛罗里格尔对他的支持 因为根据数据显示呢 现在在这一方面他的支持率是最为是疲弱的 那么我们刚刚讲到就是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在这一次的这个进程当中呢 那么运气也不好 因为碰到了还有其他的一些的事件 包括了什么呢 包括了像是在美国南部地区所发生的风灾 那么最近这个南部地区所发生的这个风灾呢 那么现在是造成了在包括了路易斯安那州 以及德州等等地方相当大的一些损失 四级飓风罗拉是从路易斯安那州直扑现在迈向了德州 而在这个路径当中呢 现在已经知道至少有50万人被撤离 有2000万人受到了影响 那么这个可以说是美国又一次的遭遇到一个重大的飓风 因为根据这个飓风的等级呢 那么罗拉飓风是最高的四级 而且它是在昨天从一级飓风一下跳到了四级飓风 那么好在呢 就是在经过了在路易斯安那州之后 那么现在它进入德州 那么它对于密西西比州也造成了一些的影响 那么在这一路当中呢 现在慢慢它的这个损害的程度可能可以慢慢减低 因为飓风的等级现在正在下降当中 但是对于川普总统以及共和党 在这一次这个礼拜的代表大会 那么显然也被飓风造成了一些的逊色 那么另外就是还是疫情 疫情在最新发表的这个数字里面显示呢 并没有有更任何的进步 那么最新的报告显示了 美国的这个疫情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18万人 同时呢 美国的这个确诊的罹患人数是585万多人 这个疫情显然还是仍然相当的高 而疫情虽然是说已经要比7月份要稍微缓慢一些 但是这个疫情仍然让大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脱离它的危险 另外还有一个也让这一次的这个共和党全国党人代表大会呢 它没有办法来发挥更大的光芒 就是美国的失业率 那么根据今天最新发表的美国失业率报告 上个星期又有100万美国人呢 他们申请了失业救济保险金 那么这虽然是说要是比过去曾经高峰时候的 那么100多万人要减少一些 但是已经它减少的幅度是不够 是让很多的一些经济界的人士呢 他们的预期要失望多了 这也使得在美国当前现在失业的人口已经超过了1450万人 而这个失业的状况究竟川普总统 他能够怎么样来挽回失业的这个颓势呢 现在也是被大家所非常非常的关切 那么从这些看起来是都是在这个对于 在这个礼拜共和党的全国党员代表大会来说呢 是让蒙上一层的这个灰色的这样子的一种情况 而今天晚上应该是最高峰 因为今天晚上是川普总统发表他的接受提名的演说 川普总统在今天的演说呢 是将由他的女儿 伊凡卡来做对他父亲的介绍 那么伊凡卡是具有明星光环的一个川普总统的女儿 也是他所钟爱的一个女儿 所以呢今天晚上的伊凡卡 那么希望他能够带领一些的光环给川普总统 今天晚上川普总统他的接受提名的演说 相信也会有一些的精彩的一些的说法 不过根据最新的一些的民意调查显示呢 川普总统现在仍然是落后在他的对手 就拜登民主党的前总统的这个前总统 而是现在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那么民意的差距还是有一段的差距 那么根据最新的一个统计 而这个统计是根据CNBC所做的最新的一个报告 说川普总统支持率呢 现在是41% 落后在拜登的支持率50% 也就是有9%的这样的一个落差 而在2016年的这个时候 也就是差不多是距离投票日之前 大约70天的时候呢 那么当时是川普总统的表现 要比现在还稍微好一点 但是在当时也都被认为 他的当选的机会并不多 而现在这个时候呢 要比那个时候还要更差一些 在全国的范围之内 最新的民调显示 拜登的支持度是52% 领先川普的支持度42% 是10个百分点的这个落差 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民意调查呢 有各种不同的机构 有各种不同的一些的说法 所以呢 这是哪一个调查的精准度最高 这都很难说 比如说那么在昨天 我们也曾经介绍了 在这个有另外一个民意调查机构 那么Rasmussen 这个Rasmussen的民意调查机构 他在2016年的总统选举当中 他的调查的结果呢 是他认为川普总统会胜利 那么最后果然如此 而在最近Rasmussen的他的调查则是说 那川普总统跟这个拜登 是相距离是一个百分点 那么昨天在 在这个巴基博尔所举行的 副总统拜登的这个 副总统的提名的发表演说呢 现场大约有100多个人 但是有一个 也一个被大家所关注的就是 现场所有的人都没有戴口罩 包括了后来也到现场去打 给这个副总统打气的 总统川普夫妇 那么所有的这些现场的人 听了演说 然后演说之后的彼此握手 彼此的交流 彼此的谈天 没有人戴口罩 而这个口罩呢 现在是反映在这个疫情的这种情况呢 是特别为大家所关心的 今天晚上 川普总统的接受提名演说 这是在白宫举行 那么预期他的参加的人数 要比 要比这个副总统彭斯的 这个参加人数更多十倍 也就是说 有一千多个人将会参加 那么现在也都好奇 这些人 他们参加今天晚上的这个 川普总统的这个提名的演讲呢 会不会戴上口罩 但是一般预估应该是不会 以川普总统他过去以来的形式风格 应该不会看到这些群众来戴上口罩 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最后呢 还要为您来聊一聊 来谈一谈 就是美国的参议院的大选 参议院的改选 因为美国的联邦参议院 这一次有将会 有35席参议员将会进行改选 参议院现在是由共和党占有多数 今年参议院的是第二梯次参议员的改选 因为参议员他有三个梯次 他们的任期六年 那么每隔两年会有一个梯次来重新要改选 所以呢 在六年之后就是轮回到第一梯次 又重新进行改选 他们的任期就届满 那么今年是第二梯次的这个改选 这个梯次 那么在一共是有33位参议员要进行改选 但是因为有两个是一个特别选举 所以呢 这两个刚刚好又都是共和党人 所以呢 共和党的这个 就是在这一次的选举里面 共和党必须要改选的席位变成了23席 而民主党是12席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 共和党23席 23位这个参议员 他们要能够来在这一次的竞选当中获得胜利 否则的话 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多数党的席位 有可能会受到挑战 因为他们的这个挑战 他们这一次要参选的人数 要比民主党要多得多了 民主党只有12席 而共和党却有23席 那么这个共和党的这个是 33席是正常的 另外两席呢 一席是在这个亚利桑那州的 已经去世的参议员 John McCain 他所遗留下来的席位 另外一位是已经宣布提前退休 乔治亚州的这个爱萨坑 他的这个老牌的参议员 他的这个退休以后的席位 所以他还没完成的这个席位呢 还有两年的任期 就必须要在今年来进行补选 所以这35席的席位的竞争 非常的激烈 那么他关系到在参议院 今年是不是能够继续的 为共和党所掌握 因为民主党 因为在众议院里面呢 是今年是435席 全部要改选 但是因为众议院里面的 民主党占有优势 那么民主党是235席 对共和党的199席 那么是有一席是独立的候选人 所以呢 这个民主党他的席位多 他如果损失几席 还不在乎 不会说失去了民主党 在众议院里面的多数党的席位 那么但是参议院里面 因为这一次的短兵相接 所以呢参议院的竞选 各方都非常关注 如果在23位 这个共和党席次争夺战里面 如果损失了有三个议席的话 那么这三个议席 如果换到民主党手中 因为民主党就有可能 就是跟在参议院里面 50席跟50席的平手 因为现在参议院里面呢 是51席的参议院跟这个45席 不51席的这个共和党参议院 45席的这个民主党参议院 那51席是因为有两席 我刚刚提到就是提前退休 跟去世的这个John McCain的席位 所以实际上共和党是53席 而民主党是45席 所以45席加上这个有两席呢 是有两席是独立党的参议院 而这两席通常都是依靠在民主党 所以他们是参与民主党投票的 所以民主党势力在参议院是47席 那跟共和党差了三席 那么如果说在这一次的大选里面 如果民主党能够夺得三席 然后共和党损失了三席 那么就双方平手50席对50席 那个时候民主党仍然不能够来控制参议院 因为到时候要看副总统是谁 因为根据美国的法规 参议院如果在5050的这种平手的情况之下 而最后的一张票是由副总统 也就是被称之为是参议院议长的 这个这一票将可以决定哪一个 哪一边获得胜利 所以呢那么要能够控制参议院 民主党必须要赢得四席 也就是说赢得四席以后 那么就在参议院里面 它可以有47席 然后就可以有51席 然后这个共和党呢 就是49席了 那么所以那时候才能真正说是控制了参议院 如果众议院民主党控制 参议院又是民主党控制 那么不管这个当选的总统是哪一位 那么都是民主党的 可以说是天下 可以这么说 在美国政治的版图上面呢 在以后至少以后的这个四年当中呢 都将是民主党来他的理念 在美国的政坛上面可以发挥 在参议院的选举里面 我们大家都非常关心的 是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 米奇·麦康奈尔 米奇·麦康奈尔 麦康奈尔为什么我们特别关心他呢 因为他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他是指挥参议院里面多数党共和党的一切的行动 他也是整个美国很多政治的理念 往前推进的一个关键人物 而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他是赵小兰的先生 而赵小兰是华人第一代移民 能够晋升到了美国的总统白宫内阁里面的一位重量级的华人 那么赵小兰在布希政府时代 他就是劳工部长 而到了川普政府时代 他又是运输部的部长 在那之前 他有担任过很多在白宫和华府 一些非常重要的职位 由这个他的丈夫 他的夫婿 米奇·麦康奈尔 是在参议院里面 如此关键的重要性的 重要的这个参议员 那么当然赵小兰的身价 是这个 可以说是非凡的 所以呢 米奇·麦康奈尔 今年他必须要重新选举 他必须要投入改选 他的任期到明年的1月2号截止 明年1月3号 就新的参议员 但是呢 现在米奇·麦康奈尔 那么根据最新的民营调查 显示 他在坑塔基州 他是连任参议员的这个选举的 这个优势非常的强 现在看起来 米奇·麦康奈尔 应该可以保住 他的在坑塔基州的参议员席位 当然他这个连任之后 当然他也继续的 就会是参议院里面的 这个不管是多数党或者少数党 如果是在民主党的拜登当总统的话 那么他就是少数党的领袖 如果川普继续连任的话 他继续就是在参议院里面的多数党领袖 我们在以后的机会里面 我们仍然将会就国会里面的这一次的这个选举 乃至于总统的选举 我们一起就会把最新的资讯 向观众朋友们报告 谢谢您的收看 美国新闻01台 欢迎大家订阅美国新闻01频道 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为我们的节目分享 感谢您 感谢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